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来一字一故事捧场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字是后字 就是画面上这个蓝色的学字 这个学校的学字上面的底下这个子字给它改成一个余字 那么这个字呢,在唐朝的这个断层寺写的有阳杂主里面就有记载到这个稿,这个后字 它是这样写的,后持长富雄而行,鱼者必得其双 那我们先来看后,这个鱼到底长什么样子 各位请看,它是长得像个钢盔一样的 上面这个小的呢,是公的,下面这个大的呢,是母的 那么这一公一母呢,他们在水里面的时候啊 他们常常是在一起的,这个母的呢,背着这个公的 就是这个大的,背着这个小的 那渔夫啊,在抓鱼的时候啊,只要抓了这种鱼,就一定是一对的 抓了这个一对 就是那么,闽南人的一个讲法说 这个男女呢,在鬼混的时候呢,如果抓奸呢,就抓双 那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鱼高,就是抓这个后,鱼 那么这个后字也在闽南话念鱼 那么这个后字呢,它不是猴,它是鱼 那现在非常多的人都把它写成抓猴,抓猴,其实不是猴子,是鱼 那么这个后很有趣哦,这个后它是在这个地球上面已经有四亿年了,比这个恐龙还老 那么它这是一个活化石 这个后呢,也是很重的,大概一只都有两公斤,那也非常长 大概有七十公分这么长 这个将近一个报纸这么长 那么 这个鱼,如果是鱼人如果抓到 一定是抓到一对,如果是抓到一只 那他们一定把它放掉 因为在这个闽南人的这个说法里面 抓狗狗,睡跟老 就是你如果只抓一只的话 那你这个会走岁运,走到这个 你老的时候都还在睡 那么这个记载是在有阳杂主上面 有阳杂主呢,是唐朝的段承世这个人写的 段承世呢,是跟李商隐,跟这个温提云是同一个时代的是晚唐的人 他的爸爸段文昌呢,做过这个四川的这个节度史 所以他跟着他父亲啊,到处去见识了很多 那么他的书里面呢,记载了这个中国各地的文物 这个动物,植物,甚至于陨石都有 像这个后这个鱼也是记载在这个书上面的 我们以后也有机会会介绍到这个 这本书,会常常用到 这个连外国人都非常重视这本书 因为像英国的这个李约瑟写得非常有名的这个 中国这个科技史 那么他就引用了非常多的有阳杂主的这个记载 那么这个是第二集,请各位记住这个后字 俩高俩高,绝对不是俩猴子 就是抓了这个一对成双成对的鱼 那么我们第二集就结束了 我们第三集呢,我们会讲一个字叫做 那么一般人都把它念成鸡手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跪在地上这个头呢 这个磕头,可是磕头有盾手有鸡手 那么这个鸡子其实是念错的 那么到底什么样才是对的呢? 什么样又叫做鸡手,什么样又叫盾手呢? 我们第三集会把它解释清楚 那么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第三集 谢谢各位 好,拜拜 拜拜